大家好 首先多謝大家觀看這段影片 在接下來的時間 我會介紹樓宇復修公司登記計劃中 有關提供認可人事服務 提供註冊檢驗人員服務的 顧問公司的核心要求 大家可以在樓宇復修公司 登記計劃網上申請系統 查看本計劃搜查 和常見問題等資訊 這段影片共有兩個環節 分別是登記評核簡介和核心要求 首先要介紹的是登記評核簡介 登記評核屬於登記流程的第二階段 本計劃會安排現場評核 以確認申請者是否滿足相關的七個核心要求 評核的預備工作、執行及報告 官會遵循以下原則 1.獨立性 2.道德操守 3.中肯列布 4.適當的專業審慎方式 計劃主辦機構委任的評核員 會評核申請者所提供資料的準確性、 適切性和完整性 以判斷申請者所提供的資料是否可靠和可信 評核方式包括 1.檢核及確認申請者所提供的工程項目清單 並抽取一個工程項目作現場評核 1.評核員會在現場評核日期之前的4個星期 通知申請者被選擇作評核的工程項目 2.在申請者的辦事處進行現場評核 以確定是否滿足核心要求 3.在現場評核中 評核員會和工程項目負責人面談 和複查面談對象所提供的資料 4.評核員會在評核結束當日 向申請者發出評核結果和評核報告 評核的目的是判斷服務提供者 在進行樓宇復收工程時 在管理誠信、誠信相關的品質議題 和對顧客的責任承擔等範疇 有否執行本計劃所要求的實務建議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核心要求的內容 針對提供營可人士服務 提供註冊檢驗人員服務的顧問公司 本計劃共有7個核心要求 以分數表示可分為20個基本分數 和4個有條件分數 基本分數適用在所有工程項目 而有條件分數 則需要在符合特定情況下才適用 有條件分數項 如果不適用於所選工程項目 評核員將不會平核該項要求 也不會納入計算該項分數 下圖顯示了7個核心要求和分數的分配 PT代表基本分數 CPT代表有條件分數 接下來我會逐一介紹每個核心要求 核心要求1 提供註冊專業人員及足夠人力 這個核心要求共有3個細項 相當於3個基本分數 此要求的目的是確保顧問公司 需按法律要求提供註冊專業人員進行工程 同時顧問公司應遵循電證公署 在樓宇維修事務指南中所提出的建議 為客戶提供足夠的人手 和確保顧問費的合理性和透明度 細項1 合適知力人員 這個細項佔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按法律要求提供註冊專業人員進行工程 在評核時 評核員會抽查投標文件 以查看是否附有認可人士 及或註冊檢驗人員資歷的副本 細項2 人力架構及主要人員委任 這個細項佔了一點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的要求包括 1 公司須於招標時提交人力架構建議書 並且承諾所提供進行工程的主要人員 和2 人力架構建議書 需要包括主要人員的資格和相關經驗 以及其職務和參與程度 主要人員的例子包括 包括應可人士 註冊檢驗人員 項目總監 項目經理 地盤工程師 和地盤管工等 參與程度可以解作為主要人員的建議工事 評核時 評核員將會檢查 1 人力架構建議書 其中文件需要顯示主要人員的名字 2 聯同其資格和相關經驗 以及其職務和參與程度 2 會議紀錄、檢驗紀錄 狀況嵌察報告或監督計劃 文件應該顯示主要人員的職務和參與程度 並且與投標時所提交的建議相符 細項3 承諾監察進度及延誤狀況 並採取行動以減輕延誤的影響 這個細項佔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監察進度和延誤情況 並採取行動以減輕延誤的影響 評核時 評核員會檢查相關文件 例如總工程計劃、工地照片 和承建商召開進度會議的紀錄 承建商提交的延誤報告紀錄等 以顯示承建商有提交最新的進度報告 如透過對照總工程計劃、進度報告 或進度會議紀錄 發現有延誤的情況 公司需要取得延誤報告紀錄 該延誤報告紀錄 必須包含延誤的影響 以及避免或減輕影響的行動 核心要求二 監督隱蔽工程 這個核心要求 共包含了兩個細項 相當於兩個基本分數 這項要求的目的是 確保主要持份者 對隱蔽工程進行充分監督 根據廉政公署的樓宇維修實務指南指出 如果監管不嚴 或對隱蔽工程缺乏質量檢查 可能會產生腐敗 和續跡的風險 細項一 隱蔽工程的員工證明 這個細項佔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合約文件 需包含要求提交 以完成隱蔽工程的量度紀錄、 地盤照片 或監督紀錄 評核員在評核時 將抽查合約文件 查看合約文件 有否要求提交以完成隱蔽工程的 量度紀錄、地盤照片 和監督紀錄 細項二 監督隱蔽工程 這個細項佔了一點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要提供隱蔽工程的 關鍵檢查點驗收紀錄 評核員在評核時 抽查關鍵檢查點驗收紀錄 確認隱蔽工程的驗收 已按照總工程計劃的工程日程 妥善進行 核心要求三 材料情報審批 這個核心要求 一共包含了三個細項 相當於三個基本分數 和一個有條件分數 這項要求的目的 是確保工程項目 具備有關材料情報的檢核 及審批機制 以減輕或降低腐敗 和續跡所導致採購不合格 或昂貴材料的風險 據廉政公署的樓宇維修實務指南指出 如果無法對材料情報進行監管或監管鬆態 可能會產生腐敗和續跡的風險 細項一 情報及審批按項目簡介及合約上的規格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要按項目簡介及合約內容 檢核及審批成建商情報的材料 評系員在評核時 將抽樣檢查 顧問公司的材料審批記錄 並確認其符合工程項目簡介 和合約上的規格 細項二包括了兩項要求 相當於兩個基本分數 第一點是關於材料樣本檢核及審批 公司需要求成建商提供材料樣本作檢核及審批 評系員會要求公司出事 索取材料樣本紀錄及審批記錄 顯示材料樣本以獲檢核及審批 第二點是關於展示獲審批材料樣本 公司需要展示獲審批的材料樣本 工業主個目 評系員會要求顧問公司提供照片 書面紀錄 證明材料樣本已展示及經業主個目 書面紀錄包括電郵、會議紀錄或書信等 細項三使用指定品牌產品或特定規格產品的審批及理據 這個細項佔一個有條件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在檢核和審批使用指定品牌或特定規格的維修物料時 所以基於與品質相關的理據 評系員會要求公司出事相關的審批及理據 以證明公司對使用指定品牌或特定規格物料有充分的理據 並且以獲審批 獲批理據應包括物料功能的資訊 核心要求四 修補工程缺陷審批 這個核心要求共有兩個細項 最多可獲三個基本分數 這項要求的目的是確保工程缺陷的修補工作得到適當的審批 而且審批過程必須有主要持份者的參與 根據廉政公署樓宇維修事務指南中指出 如果對工程缺陷的修補工作缺乏監管 可能會產生腐敗及續跡的風險 細項一 員工前發出執修項目列表 這個細項佔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須向承建商發出執修項目列表 並確保客戶在發出員工證明書前 知識所有執修項目 評刑員會要求公司出事 向承建商發出的執修項目列表 顯示已通知客戶所有執修項目的證據 審批保固期生效的紀錄 員工證明書顯示承建商取得員工證明書前 已確認所有執修項目 並獲客戶審批保固期生效 細項二 同包括有兩個要求 相當於兩個基本分數 第一點是關於在員工前 由顧問公司、承建商和客戶聯合巡查 確認執修項目 這項要求指出 公司須在發出員工證明書前 邀請客戶參與聯合巡查 以見證及確認執修項目 評刑員會檢查邀請紀錄和聯合巡查紀錄 相關紀錄包括電郵、會議紀錄及畫照片等形式 證明在員工前已計劃進行聯合巡查 以確認執修項目 第二點要求是於保固期間前 由顧問公司、承建商及客戶聯合巡查 這個要求指出 公司須於保固期間前 邀請客戶參與聯合巡查 以確認工程缺陷的修補 已完滿完成 評刑員會檢查邀請紀錄及聯合巡查紀錄 相關紀錄包括電郵、會議紀錄及畫照片等形式 證明在保固期間前 以計劃進行聯合巡查 以確認執修滿意 核心要求五 工程變更審批 這個核心要求總共有四個細項 包括四個基本分數 和兩個有條件分數 這個要求的目的是確保主要持份者 參與工程變更的審批 以減輕或降低腐敗和續跡風險 根據廉政公署樓宇維修事務指南指出 如果對工程變更批准程序的監管不嚴 可能會產生腐敗和續跡風險 細項一 於工程變更前取得客戶審批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於更改工程施工前 向客戶取得工程變更審批 評核員會檢查客戶的審批文件 而證明客戶在更改工程施工前已經審批 細項二 取得客戶對工程變更的金額上限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需取得客戶對工程變更的撥款金額上限審批 評核員會檢查客戶審批撥款金額上限的文件 以證明客戶已審批工程變更的金額上限 該資料需為正式文件 例如進度會議紀錄或獨立書信 細項三 這個細項一共包括了三個要求 佔一個基本分數和兩個有條件分數 第一點是要求公司展開工程變更前 向客戶提供費用估算 即是公司需於工程變更施工前 取得客戶對工程變更的撥款限額審批 評核員會要求公司出事所提交的費用估算 或者相關文件 證明客戶在工程變更施工前 以取得及審批費用估算或報價 第二個要求是一個有條件分數 參照合約中類似工程項目的招標價格 要求公司在估算更改工程項目的金額時 需參照合約中類似工程項目的招標價格 評估更改工程的費用 評核員會要求公司出事文件 證明所提交的費用估算或報價 以參考員合約金額 第三點要求也是一個有條件分數 內容針對因遺留強制驗樓計劃 及強制驗槍計劃要求的基本檢驗項目 而導致工程變更 這要求公司 需作出書面解釋 講述工程變更 是因在合約定定後 發現遺留強制驗樓計劃 和強制驗槍計劃的法律要求 所導致 評核員會要求公司提供 所找到的遺留修緝項目的書面解釋 並提供得到客戶同意的紀錄 細項4 妥善記錄任何工程變更 和所涉及的費用 並提交於客戶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妥善記錄任何工程變更 和所涉及的費用 並提交於客戶 評核員將檢查工程變更紀錄 當中應包含工程變更項目及金額 並可於相關的進度報告回數 該進度報告也需顯示 已向客戶提交相關紀錄 由於工程變更非常重要 而且受到高度關注 如抽樣評核的工程項目 沒有工程變更 評核員會選取另一個有工程變更的項目 以評核核心要求5 核心要求6 美其款項的有效性 這個核心要求總共有兩個細項 相當於兩個基本分數 這個要求的目的 是確保主要持份者 根據合同執行對美其款項的有效性 以減輕或降低腐敗和續跡的風險 根據廉政公署的樓宇維修事務指南指出 如果對美款樓程的監管鬆懈 可能會導致腐敗和續跡的風險 細項1 於發出中期員工證明書前完成工程缺陷的修補 這個細項接著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確保於發出中期員工證明書前完成所有工程缺陷的修補 細項2 細項2 於員工前與客戶 及客戶 提交的工程缺陷修補 員工報告 已證明所有工程缺陷修補 在發出中期員工證明書前已完成 細項2 於員工前與客戶聯合巡查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 需邀請客戶於支付美期款項前 參與聯合巡查 檢查執漏工程是否已完滿完成 評核員將檢查邀請記錄及聯合巡查記錄 相關記錄包括電郵、會議記錄及畫照片等形式 以證明在支付美款前已計劃進行聯合巡查 由於美期款項非常重要 因此 如果在抽氧評核的工程項目 尚未支付美期款項 評核員會選取另一個工程項目 作評核核心要求6 核心要求7 投訴處理 這個核心要求總共有4個細項 包括3個基本分數 和1個有條件分數 這個要求的目的 是確保以一致且系統化的方式追蹤 和解決所有投訴 開數10,0002標準 為組織內的投訴處理過程提供指引 包括計劃、設計、開發、運營、維護 和改進投訴機制 細項1 接收、跟進及糾正投訴處理機制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需要有一套 處理投訴的機制 這個機制需要包含 與客戶進行溝通 以作出糾正行動的程序 以及透過糾正行動以消除問題原因 及防止其再次發生的程序 評核員將檢查公司的內部程序或文件 證明已有相關處理投訴的機制 細項2 針對投訴成建商工程的接收、跟進及糾正機制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需要有一套 處理針對成建商投訴的機制 這個機制需要包含 與客戶和成建商進行溝通 以作出處理行動的程序 以及透過糾正行動以消除問題原因 及防止其再次發生的程序 評核員將檢查公司的內部程序或文件 證明已有針對處理成建商投訴的機制 細項3 投訴記錄 這個細項佔一個基本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需保留投訴記錄 評核員將檢查投訴記錄 如地盤客戶意見紀錄 及地盤監督意見紀錄等 整個工程項目流程中所收到的投訴均需記錄 細項4 收到投訴後及時處理 這個細項佔了一個有條件分數 這個細項要求公司需及時跟進以處理投訴 評核員將檢查公司與客戶的書面溝通記錄 例如客戶最終同意的時間表或書面指示 以及公司的書面投訴回覆等 以證明投訴以獲及時跟進及處理 多謝大家觀看